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会听不同的音乐 然后接受不同的城市带来给我们的文化 我觉得本身这种巡演的形式就是一种 对于乐队来说就是音乐和旅行的一种结合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这种主打的流行朋克的风格 就蛮适合旅行的 而且他的画面感就是像是年轻人一起出去 happy这种感觉 其实在路上我觉得听着流行朋克 然后开着车在这个公路上行驶 一定很有意思 三马尔这个歌当时写的时候 他其实讲述的也是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一些烦恼 有可能没有喜欢到喜欢的姑娘 然后可能今天遇到的事情也很烦恼 然后遇到一些小的挫折 然后自己给自己打劲 就是一定要继续的加油 继续努力 然后不能被生活中这种的小的挫折打倒 其实当时就是也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就出了有这个歌曲的大概一个动机 尤其我们这次做广告曲的这个Summer 其实是我们在新专辑中重新编曲的一版 我觉得重新编曲的这个版本的Summer 其实给这个歌有了更多的新鲜的活力 包括你在其中可以听到 有一些人的一个合唱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就是大万人一起在合唱 在夏天里待在一起 聚在一起快乐 不管去旅行 还是出来玩爽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Summer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关于青春 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的歌曲 因为首先就我们都很喜欢夏天 对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在一个一直夏天以来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人生中的少年这个阶段 如果说是春天是它的婴幼儿时期 那那个夏天就是它的少年时期 这个时期的时候 就像夏天的天气 它也是有时候晴朗的时候会非常晴朗 然后暴风雨的时候也是这种非常的酣畅淋漓 它其实就像我们在少年时候这个心境一样 这首歌也是讲的 在少年时候的这种人生的这个情绪吧 对它会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说是一些困难 但是当最后这个晴空散开的时候 永远都会继续的继续前进 勇敢前进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关于人成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这个产品就是我这个脖子上戴的 就是已经爱不释手的一直要戴着它了 首先我觉得它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 它是蓝牙的戴的很便携 你挂在脖子上的话去任何地方也不也不用担心 对就像我们那种传统的很容易馋嘛 现馋装在兜子里干嘛的 这个它上面有磁铁 对 黏着你挂在脖子不管干什么都 首先你随时想听一摘开就可以听 我觉得非常的便捷方便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设计也很时髦 就很酷嘛 就是这个这个就各种细节的设计都蛮酷的 如果带着之后就出去还是觉得蛮帅的 我感觉最大的点就是比较便捷 因为很多使有线耳机的朋友肯定都会有那 刚才小珍说的那个故意就是手机耳机线放在兜里了 然后拿出来之后它就缠上了 这个是使有线耳机最繁琐的事 而且有线耳机就是你经常耳机线会蛇 就是它那个接口 但是你蓝牙耳机呢 其实相当于电子产品为你打开了一道大门 就是让你不需要去接口 然后只需要用手机点一下蓝牙 然后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很放松的 在你跑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 然后坐车开车干嘛 开车最好不要听 然后就是在这些时候 你就可以听它的时候便捷了很多 这个是我觉得蓝牙耳机最好的一个 你看它随时打开就会这样听 音质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肯定不会说是让我感觉到说是像有百万的交响乐 在我耳边眼上 但是肯定音质是那种 因为这个耳机的特色也是要还原出来 它的录音室 尽可能还原它的录音室级别的那个 每一个乐器也好 什么也好它的音频的频道 所以说就是肯定要比一般我们平常在网上买的那些耳机 它的那个高频也好 低频也好 会饱满很多 对我们刚才有用这个耳机收听了我们新端极十天品的歌曲 然后听了我们的Summer 感觉听了更夏天了 对更夏天了 RU很很不错的 对 重场